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幸因苦痛热症而死亡的案例 尤其是上个星期的案例 不幸因苦痛热症而去世的是一位 目前陪难国中的学生 他曾经是我们巴藏华小的学生 这位学生才15岁 年纪轻轻的 非常的无辜的去世了 这两个事件 让整个巴藏社区 敲响了警钟 我们要大家一起来努力 对抗这股痛热症的侵略 以前一般上在一个locality 在一个地方呢 它往往只有一个 类型的病毒 在那边滋生 滋涨 那现在我说 以前如果巴藏是一号 那也只是一号的话呢 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情况变化 那是除了一号病毒 它控制这个地方 同样一个时候呢 它却可能有30%是一号 25%是二号 30%是三号 等等 意思说呢 它不再是有一个类型的病毒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最难比起去年同样时期 霹雳州我们总共呢 在总病例方面呢 稳证病例呢 减少了46% 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表现 那么比起前年的2000多个 多宗呢 总共呢 它降低到1163宗去年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非常关心 我们非常痛心 因为同样时期呢 去年两个死亡病例 今年呢 它骤然增加到五个病例 死亡病例 所以那么尤其是在 进打鼓啊 已经有三个死亡病例 在Birdjump本身呢 就有了两个 当然其中的原因是因为 Birdjump呢 是一个发展非常迅速的地方 我们知道这些病例啊 蚊虫啊 一般上在工地啊 发展的地方呢 有寄水的地方 清水啊 寄水的地方呢 滋长 那么呢 我呼吁啊 当然我也指示 我们的卫生局 连同我们医保施政厅啊 务必要证实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会不时呢 会去啊 巡视啊 确保说这些地方呢 啊 不再受到这些啊 啊 危害 这 Edit Mosquito的蛋呢 即使在最 干的环境之下 它还是能够耐四到六个月 意思说呢 一旦啊 这些蛋呢 虽然没有水了 但是呢 只要在四到六个月里面 又再有水源的话呢 接触到它呢 它又会 再一次啊 啊 再生出这个 这个决绝 然后 以及这个蚊子 那么另外一个课题 我们知道说 这个Virus 啊 这个Dengue Virus呢 它能够从 蚊子本身呢 就直接传到这个蛋里边 哦 它不需要说去吸 一个人的那个患者的血 啊 然后才 才身体里面才会有这个病毒的 它病毒呢 可以从蚊子 直接呢 下到这个蛋 意思说 蛋一旦腐化的话 生出来的这个新的蚊虫呢 它里边已经有了这个 啊 病毒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尤其是现在我们知道说 很多地方呢 不再像以前啊 它有一个 啊 只有一个病毒 我们知道那个 那个 那个 或者说这个 这个Dengue病毒呢 有四个种类啊 那以前往往在一个地方呢 只有一个最重要的病毒 但是呢 现在呢 一个地方 它或许有两个 或者以上的这些病毒 在同样在一起 那么尤其是 一个患者 我们知道说 他患上 超过一个病毒的话呢 他的病情一般上比较严重 那么呢 同时呢 造成这个死亡病率的增加 所以务必啊 大家 我们要花一些时间 虽然在中央政府呢 说我们每个礼拜 花十分钟的时间 来确保环境的清洁 但是在PDJ我们说 我们花十分钟 每一天 这打从去年开始 我们就进行了这些活动 那么呢 也由于这些 非常积极的活动呢 使到我们在 病例本身呢 总病例方面呢 降低了46% 差不多一半 但是呢 这个死亡病例的骤然增加呢 使到我们非常非常痛心之疑 非常关心 那么我预请我们全体的公众 请跟我们一起配合 大家务必花一点心思 花一点时间 来确保说 我们在这一方面 能够有效地控制这个病情 �受据 第一次 留到 未经许到 想到 穿备 感谢 感谢